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随着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王云露的落选 我们发现蔡斌2022年上任后 提拔的一个队员都没有了,都被淘汰了 当年蔡斌着力推荐的今夜 王维一、陈佩妍、仲慧 还有发球替补的杜清清、段放都被淘汰了 今年香港战的阵容除了吴孟杰、庄宇山、徐晓婷、王文涵外 这四人还都不是他培养的 剩下的都是郎平时期的队员 庄宇山、王文涵、徐晓婷三人在今年试联赛还一分钟没上 所以在新人的培养上面 等于这些年白白浪费了时间 目前来说,也就吴孟杰一个新人了 关键吴孟杰一开始蔡斌还看不上 其实2022年就应该入队培养了 结果白白浪费两年时间不说 仔细说的话 吴孟杰也不是蔡斌培养的 反而是自己在二队一步步打出来的 关键是蔡斌还并结乱投一 平时不培养 到了奥兹赛是联赛最危急的时候 还指望吴孟杰来毕挽狂澜 我们真的没有新人了吗 未必 看看庄宇山、周叶童、王文涵、谢盛玉、段孟可、王文涵等人 哪个不能被培养 可是蔡斌都没给机会 甚至看都没看 不得不说 在发掘和培养新人方面 朗岛真的甩蔡斌十几条马路 比如当年朱婷被朗岛从河南二队拉上来的时候 赖亚文都没听过朱婷 又比如朗岛钓袁新月进国家队的时候 一堆教练说袁新月太软不同意 结果现在呢 两人都是世界级队员了 更不用说朗岛提拔并还培养了龚翔羽、李盈盈等人 所以蔡斌带的那些人就觉得莫名其妙 包括刁林鱼、王云露等人都是朗岛挑胜的 都是用完被退货的又被他捡回来了 事实就是蔡斌没能力就该承认 态度决定一切 当初就是奔着摘桃子的目的来的 哪管你赔不培养新人 这些都与他无关 反观日本女排在失联赛中进步巨大 不仅战胜了强大的土耳其女排 更是击败了中国女排 取得了八场比赛七胜的好成绩 那么日本女排为啥能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呢 近日有网友爆出了日本女排的训练 和赛前对抗赛的视频 我们或许可以一窥究竟 日本队集训的最后阶段是去美国 他们和美国女排进行了合练 值得一提的是 是联赛前中国和巴西打了五局练习 但没想到日美是打了整整六场比赛 共30局球 那30局球对日本来说收获是啥呢 接应林奇奈说提升了配合的精度 提升了进攻节奏和速度 林奇奈表示 我的速度就是要在对方篮网形成前把球扣下去 而主公古赫认为 这次对抗赛的收获是去了解 要取胜美国这种强队的胜利秘诀是什么 主教练真锅则表示 通过对抗赛 了解了队员在强队考验下的能力 比如石川比去年一传稳多了 接球很少飞 往二传延期篮网高不吃亏 防守也不错等 而且真锅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他一直收集激励的话给队员 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可能的反面不是可能 而是接受挑战 真锅说道对日本来说 进不了奥运 日本女排就会成为非主流的体育项目 这样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挑战精神 不要摆烂 集中我们的最好队员 争取突破 所以或许这也是日本队制定先发之人的计划 赢了排名第一的土耳其的原因吧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女排的教练团队也很强 他们本身也另有心理教练 同时伦敦奥运季军的竹下嘉江等人 也来帮忙解决压力问题 总之 整个教练团队都在帮着主教练做事 不像中国女排 我们的助教团队就是来看戏的 从日本女排的视频来看 我们了解了日本进步的秘诀 日本通过和强队打大量练习赛 来选择队员和战术 不像我们 到现在到底哪个队员更厉害都还搞不清楚 另外 以赛代练才能找到问题 其实 除了与美国女排的30局对抗赛 日本女排还和男队打比赛模仿海外强队 这打下来哪些人扛得住 哪些人有进步 打到啥速度 啥配合才行就很清楚了 此外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 6月11日的比赛中 意大利女排与加拿大女排交锋 这场比赛与中国女排有关联 因为都是奥运资格的争夺者 经过激烈角逐 意大利队直落三局 完胜对手 加拿大队被扣除6.18分 中国女排的领先优势就扩大了相应的分数 随着意大利女排以3比0完胜加拿大 获得世界排名积分6.18分 其世界排名总分增长至364.69分 加拿大队扣除6.18分 世界排名总分下降至282.26分 中国女排领先加拿大的优势扩大 目前达到45.31分 可见中国女排的奥运资格形势有力 距离晋级不远了 意大利队领先加拿大的优势达到82.43分 优势已经足够大 基本锁定奥运资格 关于总决赛形势 意大利女排总成绩提升为7胜2负及22分 领先第八名加拿大队两个胜场 可见意大利队的综合形势有力 冲击总决赛应该问题不大 加拿大女排卡在门槛位置 能否晋级总决赛也就在一线之间 接下来对阵日本荷兰的比赛决定命运 对于加拿大女排而言 接下来这两场不仅是关乎总决赛的命运 也是直接关乎奥运会参赛资格 意大利女排3比0 加拿大女排25比16 25比15 25比14 这场对决是在日本福岗站进行的比赛 第一裁判是中国国际级裁判刘江 第二裁判是来自阿联酋的 二部落10比1斯梅尔 意大利女排前两周战绩优异 取得6胜2负及19分 排名位居前列 而加拿大女排的综合战绩也非常不错 取得5胜3负及15分 关于本场激烈争夺 加拿大开场凶猛取得4比2领先 意大利连续得分以7比6反超 接着意大利女排持续得分压制 快速改写比分到12比6 此后双方交替得分 意大利女排保持优势到17比11 接着意大利队保持优势 以24比16拿到局点 并以25比16拿下 第二局意大利队4比1领先 并连续压制对手到8比3 接着加拿大调整无效比分到6比12 再度调整后连追2分 此后意大利女排再度控制局面 持续压制改写比分到18比10 接着双方交替得分 意大利女排强势推进以24比15拿到局点 并以25比15再胜一局 第三局意大利女排4比2领先 又持续压制到8比3 接着加拿大队还是一传不稳 失误也比较多 意大利队强势领先到12比5 此后加拿大的调整收效甚微 意大利女排势如破竹领先到17比6 接着意大利女排以24比12拿到赛点 并以25比14拿下第三局 总比分3比0终结比赛